哈囉,大家好,我是Tussin 今天暫時不會跟大家分享留有學的資訊 但是主題還是會圍繞在加拿大的生活 在影片開始之前還是要提醒大家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這個是給我在製作影片上面的一些鼓勵 那希望這期影片可以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就直接看下去吧 今天的影片的主題就是投資 那以加拿大來說主要有三個平台 第一個就是TD 第二個就是QuestTrade 第三個就是WheelSimple 那WheelSimple也是我們今年所要討論的主題 WheelSimpleTrade其實是WheelSimple的一間子公司 那WheelSimple其實是一間金融科技公司 也就是我們所稱的Fintech 那它其實是在2014年在多倫多這邊成立的 那它提供了完全是人工智能型的理財顧問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Robot Advisor 那它幫助了很多它的客戶理財 那WheelSimpleTrade其實是相比 目前市面上其他投資公司 它最大的優勢就是它買賣股票是完全免費的 所以不論你是短期生活在加拿大 或者是長期已經待在這邊的朋友 今天這個影片相信對你們都會有多少會有些幫助 在我們傳統華人的世界裡面 其實講到投資 很多人不自覺就會把投資這兩個字連結 一些詐騙綁在一起 但其實投資這件事情本身並不是不好的 甚至是我們等大部分退休之後 如果要養老甚至要過上財富的自由的話 這一條路是一個不可不知道的一個方法 試著想想看 假設薪水是4000加幣一個月 那也就是說你一年可以領到48000 那我們再想想自己希望什麼時候可以退休 可以不用繼續工作 可能是20年 可能是30年 說到這邊大家應該都自己有一個答案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我們大部分很多的人 包含我們自己 都希望未來可以不用工作 並且用自己原本的存款 來支付未來生活所需要的費用 但是天底下哪有這麼好的事情 老實說我們平常把錢放在銀行裡面 其實也算是一種投資 以目前銀行現在的匯率來看 目前銀行所支付你的利息大概只有1%左右 而每年的同貨膨脹大概是2%左右 也就是你把錢存在銀行 基本上你每年的財富在相減之後 它還是-1%的 基本上是越存越少 雖然放在銀行上面照面上的數字沒有變 並不會因為你今天放在銀行 明年只剩下98或99塊 但實際上這一筆錢的價值是變弱的 好那說到這邊相信就會有人問 好那我現在想要投資啦 那可是我現在投資的話我要怎麼辦 我看到我有朋友他打開他那個看盤的那個軟體 那個投資的工具一看到就眼花撩亂 好像有很多線圖 這些要分析那些要分析的 我非常理解這種感覺 我當初也是看到人家的看盤軟體之後 覺得這跟我不是同一個世界的 就感覺好像平行時空一樣 所以後來就一直關掉 一直關掉關掉 關掉到後來去年的時候 我才真正的開始意識到 我應該要開始正視這個問題 所以今天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非常簡易的投資工具 WILL SIMPLE 包含註冊啊 到實際上投資 整個流程大概只要10分鐘之內 就可以完成了 非常簡單 好現在透過這個APP 來帶大家稍微看一下這個APP是怎麼樣 所以一進到我們首頁呢 就可以看到這邊這個賬戶告訴你 你現在投資了多少錢在這個 你的賬戶裡面 然後這邊滑到下面 他這邊會讓你看一下 我們目前有追蹤了哪些股票 以及你買了哪些股票 他這邊都會詳細幫你記錄下來 像假如說我們今天對於其中一支股票 很有興趣 我們對於Amazon 我們打AMACON Amazon的股票很有興趣 所以這邊就會幫你找到Amazon 我們點進去之後 你可以看到現在的價格是2436 現在截至5月23 Amazon是這個價格 然後再往下滑 就會看到他今天開 他那一天開盤的時候的價格 以及今天一整天最高點跟最低點 他所有的資訊都會列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這個過去的走勢圖 不管是一天 過去一個禮拜 一個月或是三個月也好 他這邊都會清楚的 用這個線圖來列出來 讓你知道說 他過往的這個 不管是升或是跌都會列出來 那除了我們剛剛說 有直接找Amazon以外 這邊也有一個我覺得很喜歡的地方 是像我們這邊看到有個Top list 我們點進去之後 他會跟你講說 Top 100 on trade 就是說目前現在 前100支最多人交易的股票 最多人喜歡 應該不能講是喜歡 但應該是最多人 就是目前非常熱度非常高的股票 那我們就可以看現在有哪些 可以看像這邊有Air Canada 有Tesla 還有Apple 等等的 所以他都會列在這邊讓你知道 那還有 其他看你想要怎麼樣做分類搜索 這邊都會告訴你 甚至這邊還有這個Top Losers 就是現在最不好的股票的前幾年 所以 這整個界面呢 沒有那些很複雜的東西 不需要去看一些線圖 然後是界面操作上 都會不知道該點哪邊 不知道該怎麼購買 舉例來說 我現在來教大家 現在這個東西要怎麼去下訂你的股票 像我其中一支股票是ZNGA 所以我就點進去 它是一間遊戲公司的股票 好 點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進入這間公司的頁面 它這邊就會顯示 You wanna buy or sell 你有股票 你要sell 你就點sell 那我們假設今天要買 我們就可以選 現在是buy 然後它會告訴你說 你現在想要從你的personal account 還是要從你的哪一個account來購買這個東西 我就選我的personal account 點進去 它這邊會有market buy 或是limited buy 或是stop limit buy 那market buy呢 就是會按照當下即時的股價 來告訴你說 多少錢 那你要買幾股 那如果是limited buy的話 就是我限定要在這個價格 才會買掉 買到這個股票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ZNGA price 是8.38 如果我用的是limited buy的話 那我可以說 我要它8塊的時候 我才要買這個股票 所以當系統偵測到 這個股票現在價格是8塊 甚至是一下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購買了 所以我就按continue 那它會說 OK你limited buy 你8塊要購買 那你要購買幾個股票 我可能要買個 買個10個好了 然後再按continue 然後它會跟你說 因為現在我們現在是market close 就是現在的這個交易 股票交易市場已經關了 所以我們目前沒有辦法買 它會跟你說 可能要到禮拜一到禮拜五的時候才能購買 我們就按continue OK 最後在你確認confirm 就是送出你要的交易之前 它會跟你說 OK 那你現在要買的這個股票的這個總覽 會是怎麼樣 那這邊有一點要記住 要記住的話 因為wellsimple 它這個app 是針對加拿大的這邊的 加拿大的股票來買的 如果你是要買美股的話 它也可以購買美股 但是它其實裡面會有一個匯率的轉換 那差不多是1.5%左右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estimate exchange rate 現在是1.42% 所以它就跟你說 OK 那你現在買的這個總共80美金 換算的話 差不多是113.98加幣 那你all不ok 你ok的話 下面就有個confirm order 就可以直接送出了 那基本上呢 它整個的app就是 只有這樣子 就是賣 跟賣 那你可以看到過往的這些價格 那我個人先來說一下 我覺得wellsimple的優點 那第一點我其實覺得就是 它最簡單就是它的頁面 簡單操作好上手 那第二個呢 就是它沒有交易的手續費 它這個是完全免費的 也就是你買美股 買ETF 它全部都是不需要交易手續費 很多的券商 你可能買的手 你買的手續費 都會比你買的這個股票價格還要高 而外還有一點呢 就是它這邊不會要求你最低的投資金額 換句話說 就是你今天假如只想要買一個 你今天身上只有100塊加幣 那你只要購買這個股票 或是你只有50塊 只有40塊也好 你想要購買股票 隨時都可以入場 隨時都可以進去投資 並沒有最低的這個交易金額 所以我覺得對於新手來說 這個是一個很友善的一個 的一個投資券商 說了這麼多的優點 它當然也是有缺點存在的 那以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最大的缺點就是 它在股價上的顯示 是延遲15分鐘 假如你在wellsimple上面看到一支股票 它的股價是100塊 其實這個100塊已經是15分鐘之前的價格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wellsimple比較可惜的一個地方 並且它還有一些個股 並沒有辦法即時的更新 在wellsimple上面做交易 也就是你看它這支股票 你在wellsimple上面 不一定能馬上看到 它可能會延遲幾個禮拜 甚至一個月的時間 才會更新在它們的系統上面 那說了以上這些優點跟缺點 我自己個人做的結論是 wellsimple是非常適合新手投資的一個工具 在初期的買賣上面 並不用擔心交易手續費 會吃掉自己在帳面上的獲利 因此你今天假如說是買了2股 或是買了4股 或是買了10股 100股 它都並不會因為隨著你的股數的提升 而提高你的手續費 那在這一期的影片裡面 其實並不是教大家什麼投資的知識 其實只是希望大家可以知道 錢存在銀行裡面並不會越存越多 那如果我們可以將它用比較好的使用的話 它這一筆錢其實可以發揮它更大的效益 所以還是老話一句 高風險的伴隨就是高報酬 那低風險的就是低報酬或是零報酬 這是一個千股不變的一句話 那當然在真正投資開始之前 我們這邊還是非常鼓勵大家先做好這些 自己的投資股票的功課 認識自己投資的標的 那做足的功課呢 認識它 理解它 全部都完善了之後 我們再來投資它 相信影片看到這邊 有些人一定會開始對於 Wheelsimple這個產品 以及投資開始感到一些興趣 那我有在以下這個Description下面 有留下我的這個Promo Code 如果你使用這個Promo Code 來申請 Wheelsimple的賬號的話 你跟我都可以各獲得 5塊錢的這個獎勵金 其實就只有5塊加幣而已 但是算是對我們在投資上面的一個鼓勵 那用這個5塊錢的這個加幣獎勵金 我們就可以來 算是有一個好的開始 來投資股票 如果大家喜歡這期影片的話 記得也要去按讚 分享加訂閱 那在下一期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我會再分享 Wheelsimple另外一個產品 叫做 Wheelsimple Invest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 在我一開始初期 學習投資的時候 是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那我會再在下一期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影片是這樣子囉 拜拜